文化APP 田野笔记以及复命书等等 见证了19世纪末 宜兰的社会发展现况 而根据文献的记载 这项调查也是日本首度在宜兰展开的调查行动 那么宜兰现实馆最近重新寻访了田代安定在宜兰的踪迹 并且推出了1895田代安定的宜兰小旅行特展 希望透过旅游文学 呈现120年的时空转换与交错的宜兰 究竟田代安定是什么人 而这次的特展又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今天节目邀请到宜兰现实馆的策展人李苏月李小姐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李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小姐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次的宜兰现实馆举办了这次的1895田代安定的宜兰小旅行特展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田代安定不是很熟悉 我可以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田代安定是什么样的人 当初为什么到宜兰进行调查 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有做过基本的介绍了 那田代安定他其实在来到宜兰或者是台湾之前 他已经是日本国内很有名的博物学家 他来到台湾之前其实就已经在南洋跟日本的一些岛屿 做过植物学跟人类学的调查 那他来到台湾是随着军队来到台湾 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就是进入日本同事是在1895年的6月17号的实证室之后 开始有一些官方的治理的行动开始进行 那田代他等于是很早就来到台湾 然后尤其是9月就来到宜兰进行大概前后两个月的调查 所以他等于是日本人在台湾第一次 而且是官方正式的植物调查的行动 因为他是以出差的名义来这边做调查 那其实日本人要治理台湾 他们必须要对台湾有很多的了解 所以就是等于是政学合一 就是人类学家或博物学家 他们做的调查 除了他们自己本身学术的贡献之外 他们的调查的资料 其实也可以提供官方去治理这个地方很基础很重要的资料 所以这个田代案件是一个学者就对了 对 可是他也是官员 他那时候是总督府资产局的官员 所以是以出差的名义来到宜兰 所以他不只是调查宜兰 是连其他台湾各地也都有进行调查 对 他其实就在台湾各地都有 那只是说田代因为他刚才提到 他在台湾各地有做就是很多的 就是田野调查 比较是植物跟博物学的调查 他留下了很多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呢 在他过世之后 就是在1931年的时候 就捐给台北的帝国大学 那这些资料里面有包括他的日记 他的调查复命书 他自己本身所做的著作 图书等等 这些手稿跟书刊都一直收藏在台大图书馆 也就是台北帝国大学 那一直留着保留很好 但是这些手稿一直没有被整理出来 是到2004年的时候 台大图书馆才重新发现这一批这么珍贵的资料 所以他们进行数位化之后 建立了一个网站 就是田代文库的网站 那里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有全台各地 他在全台各地调查期间所留下的资料 那就现实管我们会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们是从台大文库里面 去找出跟宜兰相关的资料 去做研究 包括比对翻译等等这些工作 这次特展就是指针对宜兰的部分 那但是其实田代安静进行调查是整个台湾都各地都有 对 而且其实除了他离开资产区之后 他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他是到恒春那边成立了热带植物的培育所 然后在那边开始就是有实际的做热带植物的研究跟培育 对 那对台湾的行道树跟热带植物的研究等等 其实贡献很多 不过他在宜兰的部分 他到了宜兰之后他进行过哪些调查 他范围是不是很广 对 他范围很广 他其实 他是以宜兰城为中心 他有到北的话 是有到头城 对 南的话也是有到苏澳南方澳 然后到西南部的三星 然后西北部的就是有到原山郊西 所以其实旧平原地带 他几乎都走过 当然是点状啦 不太可能说是很地毯式的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因为交通的关系 所以他走的路线 他有走水路 他坐船 因为那个时候船运是可以从宜兰直接到头城 他有走水路 然后也有靠他的脚 这样实际这样子走 所以他这个几乎整个宜兰都包了嘛 对 平原 因为那时候政府的殖民势力还没有办法到达山区 因为山区是他们所谓的深藩 主要就是原住民泰雅族居住的地方 他们那时候势力还没有到那边 所以田代安地他调查路线还是以平原这边为主 是 不过他进行这项调查 他到底是这个 您刚刚提到他进行大概两个月嘛 对 但是像调查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跟重要性啊 它其实 我们刚才讲到因为田代他自己本身的背景就是有国物学跟植物学 所以我们其实就分这两个来讲 植物学的部分就是它记录了那个时候宜兰的很多重要的植物 例如说我举例来讲台湾赤羊 是 对 那个时候的平原就可以看到台湾赤羊 可是经过这一百多年来的开发之后 其实平原现在那个赤羊是已经几乎是绝迹了 是 只有在山区层才能够看得到 这个就是一个生态的指标 然后他也记录了很多台湾或者是宜兰奔土的一些植物 像宜兰很有代表性的植物 像是九球 是 还有碎花棋盘角等等 对 然后像它也在有一些旧社记录了一些格马兰部落的一些植物 对 例如说它记录到波罗蜜就是面包树 其实那个面包树也是等于是外来的植物 可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格马兰的部落附近发现这样的植物 所以它那也有可能是荷兰人带过来的 甚至是马街来调查的时候也有记录到这个植物 对 这个就提供了就是生态或者甚至是跟其他族群或者是国外调查 甚至像刚才讲的它有可能是荷兰时期带来的 它就留下了很重要的历史线索 那至于说博物学甚至是人类学的部分 那时候走访了很多格马兰族的部落 然后也约谈了那个时候泰雅族的 他所谓的三妇就是泰雅族的妇女 去了解那个时候泰雅族的分布 透过访谈当中 他那个三妇叫做阿歪 他就跟田代讲说 那个时候有22个部落 泰雅族的部落 他们的部落的名称叫什么 分布在哪里 然后他去了格马兰的部落 他也跟了那个他们部落的总头目去做一些对谈 是 了解那个部落的状况 那也有很些是他个人很主观的调查 例如说他去到一个格马兰的旧社 他就觉得有点失望 就是说他看到这些原住民啊 平埔族 其实装扮已经很汉化了 然后还留了长子的指甲 因为留长子的指甲代表不用劳动 然后谈吐啊 就装得好像很文雅 那对他来讲他会觉得就是失去了他们的文化 可是那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说 其实19世纪末的时候 格马兰族已经很严重的汉化 但是格马兰族那个时候 已经很多是成为汉人的殿农 因为本来是他们的土地 可是后来已经经过各种方式 已经被转移到变成是汉人所有 他们反而变成是汉人的殿农 然后生活过得很苦 对那个这个些资料都是很珍贵 就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自然 跟那个时候的人文跟社会的状况 那尤其是因为宜兰 以地方制书来讲 最早清代的时候是1852年的格马兰庭治 那可是田代他在1895年 做的那些资料 他就等可以让我们显接到说 1852年格马兰庭治记录出书之后 一直到19世纪末 这宜兰当中宜兰可能做了有哪些的变化 对对 不过您刚刚提到他其实只做了两个月的调查 对 但是他留下的资料量是很大的吗 是足以能够去让后面的人去做研究的吗 当然他的研究毕竟他是他个人 然后他有经过当地这边的翻译官 随同去做调查 可是毕竟他个人走的那个还是有限 然后他比较是用实际去走 他比较没有说在一个点停留很多的时间 所以变成说他那个算是基础调查的资料 你不能说像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能是一个团队 下去一个地方蹲点做很扎实的研究 可是在历史资料很空缺的情况下 他其实很基础的资料其实就非常的重要了 对 那他这个调查进行完之后 他是有做出版的动作吗 还是说其实到我们这一次把他拿出来 2004年之前他是都没有完全利用到这个资料 他其实有 因为他其实那时候他是东京人类学会的会员 是 对 所以其他其实除了刚才讲到 他有陆续在这个学会上有发表 甚至是像一能家局 也以他的那个调 以田代安定的调查为主 写了一篇就是田代安定的深藩调查实录 去介绍田代安定在宜兰调查的一些贡献 跟他的代表的意义 那田代自己他回去之后 因为他必须要写很官方很正式的复命书 所以他也有写了一篇很完整的宜兰管内调查录 他那篇就是比较严谨的像是比较像是调查报告 里面就介绍了宜兰的那个时候的地理 风土 人文 那时候的宜兰的物产等等很严谨的报告 那在他后来其实也有在人类学的一些刊物上陆续就有个发表 宜兰或是台湾他调查的一些成果 所以只有在日本当地有发表而已 在台湾也有 台湾也有 那就是还有就是刚才讲的 他那个刊物其实是在台湾 然后有的是在日本这样子 那他在所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当中 有没有最特别的部分啊 其实有蛮多还蛮特别 就是例如说我刚才讲到 就是他有实际去走访那个格马兰的旧社 那他其实有记下那个时候格马兰语的一些拼音 拼音 例如说数字1234567890 或者是某一些名词 例如说称呼父亲的发音是什么 母亲的发音是什么 对甚至在其实包括泰雅语的部分 他在跟那个阿Y那个这个翻覆 就是泰雅族妇女在对谈的时候 他也有留下这些记音 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是语言学或人类学很重要的一些资料 对后面的研究或者是这个 不管是母语的教学都很重要 对其实他的手稿里面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他有一些对他来讲 因为刚才有讲到 他其实来到台湾或者是宜兰之前 他已经有在八重岛或其他地方做过很丰富很扎实的调查 所以他有很丰富的一些植物的调查经验 所以他来到宜兰调查的时候 有些植物是他在其他地方 例如说冲绅一些比较是热带或者是热带的岛屿发现的植物跟台湾是有些相近的 但是有些植物他可能没有发没有看过的 例如说碎花旗盘角或者是其他植物他就会或指甲蓝 他就会把那个植物的那个土形状或特征画出来 所以他的包括说他有些是他画出 例如说他讲宜兰的南关 他就把南关的地形画出来 图文并号 还有这些图案这样子 所以这个资料应该是流程的还不错嘛 对就是台大那边保存的很好 而且有已经数位化 其实在他们台大的那个数位资料库里面的台大文库 就可以直接检索 对只是你进去检索的那个图档是比较低阶的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清楚内容 是 不过您刚刚提到他是这个植物学跟这博物学的专家嘛 对 他那时候做的调查就只针对这两项主题吗 还是说其实他其他部分也有 其他有的看到也会 例如说他有些是他经过他的一些经历 例如说他去圆山 然后因为那时候圆山发生水灾 是 对因为宜兰多雨 他来的时候九月十月的时候 就当中有很多次是天天候状况并不是很好 例如说他坐渡船 他就在讲到说他刚离开那个岸边的时候 那个岸边的吐司就开始崩落 对 那个就是宜兰很典型那个时候的风土气候 是 对对对 那个就是他实际的体验 还有就是他那个时候来到这边 因为一直在行走 然后他也得了狡气病 是 对 那个也是那个时候比较常见的一些疾 有一些疾病 对像这些都是 除了刚才讲的那两个调查重点之外的 一些相关的记录 嗯 不过呢我知道我们刚好提到这一次这个1895田代安定的 伊兰小旅行特展啊 在日前已经在我们这个伊兰现实馆开幕了嘛 对 我请你谈一下那时候怎么会有想要举办这个特展的想法 那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没有曝光过的一些文史资料 嗯嗯 对其实 呃我们其实在做田代的研究是定了一个三年的计划 嗯嗯 对就是当初我们知道说有这一批资料 我们就开始找学者帮我们从这些资料里面去找出跟伊兰相关的一些资料 是 所以呃我们第一年是做这些资料的解读 嗯嗯 呃跟翻译 对因为例如说田代他的资料里面有很多是他写的手稿 一方面很吵 是 很聊很吵 然后二方面是有些是他在跟别人用笔谈 嗯嗯 所以有些笔记是别人写的 有些他自己写的 嗯嗯 所以你光要去解读他的那个手稿 就是很困难的一件工作 是写日文吗 对日文 哦哦 他有些是汉字 嗯嗯 对因为田代他自己 他他也很多书写是用汉字 是 对对对 然后就变成是有些是片名 有些是假名 嗯嗯 然后有些字正的写 有的是反的写 有的写的很正 有的写的很吵 是 所以你光要解读这些资料 很花时间 对除了就是说你要懂日语 然后你也要有植物学 跟人类学的这些背景 嗯嗯 对所以我们就找了学者 用一年的时间 把我们从田代文库里面 跟宜兰相关的资料 去做研究翻译跟解读 嗯嗯 然后第二年 就是去年 我们就把他们的那个成果出版 是 那今年就做展览 因为毕竟他这些资料 就是说 等于是留下了120年前 宜兰的那个调查的资料 嗯嗯 可是那些资料 我们是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除了一般研究者 会想了解这个东西之外 那跟现代的人的生命经验 可以产生什么样的连结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就想到用旅行的 这样的呈现方式来 来展出嗯嗯 旅行就是用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 就是所谓的文青的旅行 是 因为一方我们会希望说 这个展览是年轻人会想看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又找了宜兰的作家 就他很擅长写旅游文学 那我们先定出说这个展览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重要的一些元素 就是说田代去的哪些地方 嗯嗯 它有哪些的成果是必须要呈现的 是 那这些呈现怎么样可以透过一个文青旅游的方式 嗯嗯 去呈现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故事 嗯嗯 就是有一个就是大学生 他其实对家乡有很感有感情 但是他对家乡又不是很了解 是 对所以他有一天在坐车回来的路上 他就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想要去了解家乡 嗯嗯 所以他就去了图书馆 找了一些书 然后就发现了 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去年出版的那个 《异乡又见顾远花》 是 田代安定依然调查的史料与研究 这本书 然后他看到那一本书 一开始是被我们封面上面用的那个田代欧基上的那个照片所吸引 是 因为他觉得那个 那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长者 嗯 那他就对这个很好奇 想说 哎 120年 一个异乡来自日本的一个欧基上 他怎么会想在宜兰做调查 嗯 而且他在调查当中一定会经过很多的困难 嗯 所以他就开始去看了这本书之后 就激起他也想要实际去走 走 去认识他的家乡 所以他就是以田代去去的那些地方为基础去走 当然他走的路线 行进的那个动线 没有跟田代完全一样 因为毕竟时空不一样 嗯 交通工具 和跟可及性也不一样 是 可是他至少田代去的一些点 他大概就实际去走 记录了 例如说他去郊西温泉 嗯 他从宜兰走到郊西温泉 他沿途的所见 他看到的当代的郊西温泉 可能是一个过度开发 高楼林立 跟田代 然后就就又是田代那个时候看到 发现郊西温泉那个时候的景象又是怎么样 嗯 对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对话 跟跨时空的 那个不同时空下宜兰的一个呈现这样 所以展览的方式就是以故事来包装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你就会有生利其境的感觉 跟一人入神 那我们也会希望想说 那这个文青他追随田代安定 所看到的宜兰是这样 那你看那个展览之外 你要用什么方式去了解你的家乡 嗯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影子 嗯 去抛出大家去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家乡 这样子 是 可能也带有一种所谓的引导性嘛 对对 引导他去认识宜兰 然后也认识自己 对对对 不过呢最后想要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这个特展展期多久 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讯息的话 他可以透过哪些管道 我们这个展览是展到明年的8月30号 其实有很长的时间 对时间还蛮长的 对那因为是展览我们当然很希望 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实际实际来这边看我们的展览 然后实际去走访了解宜兰 不一定是本地的人 其实外地的朋友我们也很希望你是用比较深入的方式去看待宜兰怎么生活 当代的宜兰是什么 那以前的宜兰又是什么样子 那这些讯息就是在我们现实馆的网站 或者是我们现实馆的脸书 上面就会有一些基本的介绍 那之后我们其实陆续也在进行 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之外 我们会再出那个导览手册 那在展览期间我们也会把这个展览的一些内容 我们把它转成数位化可以呈现的部分 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可以看到 放到网络 对对对 这个就想要知道相关讯息就可以上这个宜兰现实馆的官网吗 对对对 OK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是宜兰现实馆的策展人李苏月李小姐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目前正在举行的1895田袋安定的宜兰小旅行特展 那么田袋安定是在100多年前 随着军队来到台湾实际走访宜兰 记录并挖掘相关的史料 而且还留下了调查日记 田野笔记以及复命书等等 见证了19世纪末 宜兰的社会发展现况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也想要进一步了解田袋安定 或者是想获知展览的相关讯息 也不妨参考李小姐所提供的资讯 您可以上宜兰现实馆的官网或者是脸书 来查询进一步的消息 那么今天在单元的最后呢 要再次谢谢李苏月李小姐 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特展内容 那也祝福您未来一切顺利哦 谢谢您哦 好谢谢主持人